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再一次巩固逃顶三部曲 按此三点可以实现大多数的完美逃顶 所谓逃顶三部曲主要指哪三点,哪三部呢 第一步 预警开线 小心变盘 第二步 出现顶背离或者是直径出逃 要高度警惕 第一步的话呢,如果说足够谨慎的话 实际上就要考虑减,或者说要高度预防 出现第二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减 出现第三步的时候,列出了技术破位 这就属于逃命了 那么前两指的话呢,它实际上还是属于逃顶的范畴 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就要逃命了 好,那么咱们来继续往下面去讲足以展开 相信会有不少粉丝朋友呢,曾经听过今天温故之心 也有粉丝朋友可能没有听过 那么呢,相信一定会相见恨晚 例如说像预警开线 这个预警开线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指的是,例如说经历过上涨过之后 那么呢,一旦出现高开低走大一望 或者说平开微微低开低走大一望 这要高度警惕 这种警惕的是什么呢 从开线语言上面来讲防范的是 在当下有资金出逃 好,第二种是什么呢 高位矩阵方矩量 高位矩阵方矩量的话呢,它必然伴随的是资金分歧 如果说前面已经经历了一波上涨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矩阵方矩量 那么它最起码代表的是江变盘 好,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是属于出现平衡开线 尤其是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连续的平开线 咱们前面呢,有过专题讲解平开线呢 是把例如像十字星,小阴星,小阳星 包括阴线实体或阳线实体比较窄的开线呢 都把它归纳为平衡开线里面来 它代表的是多空势均力敌 如果说连续的平衡开线的话呢 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周期内多空争夺进入胶着状态 即将面临变盘的 这些的话呢,可以把它像预警开线的话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像开车一样的 前方有红绿灯 前方有十字路口 前方有交叉路口 那么前方有交叉路口也好 有红绿灯也好 那么呢,在这个节点当中一定要 首先从精神层面 从四样层面要高度警惕 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层次 预警开线要小心 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呢 出现顶背离 被磁 残论视角 脑中的被磁 MSD顶背离 或者是量价顶背离 这种状态的话呢 尤其是积累一定涨幅之后的顶背离 一定要高度警惕 第三个的话呢 对应的是技术破位 那么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去讲 好 例如像复兴医药 尤其是前面经过一轮上涨过之后 那么一旦出现那么高开低走 或者是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高位矩阵矩量 那么对应的节点的话呢 从安全的角度 从稳健的角度来讲 短线见好就收 如果是从 趋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例如像这个位置 一旦出现高开低走 虽然说呢 它不是大英镑 但是后面的话呢 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国有 会陷入一种 为了为了心中的 一些侥幸或者是一些 几分钱的便利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 一旦呢 出现早盘的时间高开 快度冲高 后面的一旦低走的 会有一种思维层面的 或者是思想层面的一种 一种误区 什么误区呢 它要是再回到什么位置 我就卖 再回到什么价格 我就去卖 结果呢 对应的 当时来看 好 前面这样的要快度上涨 快度上涨过之后 后面出现这样的一个 前面的阳线之后 出现这样的十字星 然后出现这种高开低走的 这样的阳线 这样的阴线 阴线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应对 后面一个低开低走 大阴梦 那么对 而且呢 是属于盘中冲击跌停的 这种情况下就会陷入 尴尬 陷入一种被动 所以说呢 对于卖点的把握 在残论当中呢 残师提倡的是 尽可能的多去训练 自己把握 一类卖点的能力 好 那么咱们今天 从更多的 从传统视角来进行表达 如果说从残论维度的话呢 这是一个 这个上涨 要和前面 他相比较来讲 是有被词的 然而再结合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中枢 相当理解的和前面是有被词 那么用传统视角下的话呢 那么一旦出现连续上涨之后 出现高开低走大英镑 或者是出现高位 矩阵方矩量 或者高位连续的十字星 要高度警惕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列说的话呢 像对应的 像美景能源 我们来看 像美景能源 一轮上涨的过程之后 一旦呢 出现什么呢 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几乎平开 但是呢 平开低走 而且的话呢 平开低走大英镑 同时伴随方量 在这种几点呢 它的节奏和前面相比较而言 它是明显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前面单阳不破 它是属于洗盘性质的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摘付震荡 单阳不破 洗盘性质的摘付震荡 好 而这个位置呢 它是打破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 好 出现什么呢 高位 矩阵方矩量 已经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预警 预警开线 平开低走大英镑 那么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没有应对 后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走法 连续的十字星量能不济 再加上呢 破了这样的趋势线 就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它就属于逃停 那么一旦破了趋势线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对应的 就属于逃命的一个状态 它未必呢 能够让你卖在最高点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法 它能够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里去看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它呈现的是 例如说从60分钟 或者从30分钟 节点上面来讲呢 它已经呈现了相应的顶背离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对应了非常清晰的列数呢 细节来看 例如说从60分钟 或者从30分钟 那么它已经呈现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顶背离 那么在前面呢 顶背离预警开线 这些人的出现的话呢 它实际上能够让你卖在相对的高点上 至于说后面能不能走强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起码呢 从头顶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这种信号出现一定要格外小心 好 那么我们再举例 好 列数的话呢 对应的像北方西图 我们来看 好 那么像北方西图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连续上涨 沿着五军向上爬升 但是呢 一旦出现什么呢 一个节点呢 高开 低走 大一望 而且呢 半分方量 虽然说呢 顶部啊 在62块1这个位置 但是从当时的一个表达来讲 连续上涨过之后 一旦出现 对应的 高位矩阵方矩量 或者是呢 出现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平行开线 连续的这样的十字星 它最起码呢 代表的是 当时资金面临分歧 出现高开低度 大一望 后面的话呢 反弹 这个位置的话呢 回落下来 即便再往上 那么对应的 如果这个往上的话呢 它的量能是持续增加的 而且的话呢 它是打破背驰的 那么你可以去重新 决斥 是否再去把握而已 那么我们来看 其实在这个节点当中 一波上呢 非常灵敏 好 这是一次 洗盘也罢 当时来看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的风险点 好 回落下来之后呢 第二轮上涨 那么它与它是有背驰的 而且这第二轮上涨的内部 第二轮上涨内部的话呢 好 上涨 回落 再上涨 它们之间是有非常清晰的 整体来讲 非常清晰的 MICD顶背驰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后面再 一旦出现重要的 像这种趋势线的破位 那就属于逃命的一种状态了 所以说呢 咱们用这种三个视角 这三个视角的话呢 它列出这样 出现预警开线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心的一种状态 就好比什么呢 你开车 前行 前方有十字路口 有红绿灯 有交叉路口 这种情况下呢 你最起码在思想上面 要高度小心和警惕 如果稳健的话呢 最起码有开 真真正正有开支经验的 不管说当时的状态 最起码呢 从思想上面要高度警惕 高度小心 从行为上面的话 最起码先减速 那么减速的 减速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或者是红灯了 或者是有一些任何的一些 影响出影响通行的一些状态 能够再去停车也好 或者再去 停再去什么 再去观察也好 都属于非常 更容易应对 好 那么所谓的顶 刺激动过程中 出现出现顶背离 那么顶背离的话呢 那么对于很多 估有来讲 容易迷茫的 或者容易困惑的是 经常会遇到背了又背 已经呈现顶背离了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呢 去卖掉了 结果呢 后面又给新高了 但是呢 只要给新高过程当中 它还处于顶背离的延续 其实有些就呢 要这样去告诉自己 不要赚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有些钱 就是呢 该有些机会呢 该放弃则放弃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过于迷茫 或者不会纠结 好 那么对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 之前咱们对于什么板块呢 例如说对于像锂电磁板块指数 如果说把这当成一只个股来讲 你怎么才能规避更大的风险呢 其实更多的是属于什么状态呢 例如说在前面的还处于不断新高的过程当中 但是真真正正的像一些个股啊 从一些龙头个股来讲 例如像干峰里也好 宁德时代也好 包括呢 像新人员池里面的比亚迪也好 其实呢 他们坚顶的实验纪念并不是在这个实验 而是呢 在前面这个位置就已经率先开始坚顶了 对于一些个股来讲 但是呢 它的一个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应的MSD顶背离 后面是顶背离的延续 量价顶背离 那么怎么成了更好的规避站的风险呢 最好是这一段行情都能够直接放过 直接放弃 如果从陶顶三部曲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对应的 列宋的一旦出现 对应的 高开低走或者是平开低走大一梦 或者说呢 那在连续的出现什么 出现这样的一个失智星 出现这样的一个平开线 这种状态的话呢 是要警惕的 逃顶逃顶 不仅仅聚焦于个股 如果说像大盘 像创业板 像具体的板块指数 呈现非常明显的顶部特征 那么该方向里面的个股 即便有局部 还在走强 那么总体的仓位和思路上面 一定要日加谨慎 好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像斯兰威 那么像斯兰威的话呢 我们来看啊 那前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出现什么呢 这就属于高开低走大一梦 高位矩阵方矩量 出现这样的状态当中 至于说 如果说前面 在它不断的均线 偷偷排列的状态当中 而且呢 整个板块在走强 板块里面的个股是层出不穷的 不断的走出横强的状态 那么你很好去把握 但是的话呢 其实从头顶的一个层面来讲 你没有卖在 74块钱的位置 没有卖在70块钱上方 但是呢 你只要说能够在它顶部区域 能够以更加警惕的一个视角 放弃一部分行情 那么这是一个高开低走大一梦 这是一个预警开线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高位矩阵方矩量 它是一个 其实从这个节点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理解为 虽然说呢 股价还在上涨 但是MSD在上涨顶背离 那么对应的 在这种的节点的话呢 你能够警惕 甚至说呢 逐步的去降低仓位了 去减持了 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完成 逃顶的一个效果 当如果说等它们 等它相应的趋势线破位的时候 实际上就属于逃命的一种状态了 而且呢 我们再来看啊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 出现这样的高位矩阵方矩量之后 后面的话呢 它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但是这样的反弹的话呢 它的量能是持续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而且的话呢 这个反弹始终没有把这一天 上涨线给覆盖掉 它实际上还是一种隐患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遇到一些极端行情 遇到一些极端的走势 出现前面的这些预警开线也好 或者顶背离也好 如果说你没有应对 一旦出现在配合一些相应的利空 出现连续的 就是出现大幅的跳空低开 或者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低听板 这就很容易呢 由盈转亏 让自己猝不及防 市场的风险的话呢 它总是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 又似曾相似的方式 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那么我们来看 在它上涨的过程当中 按照咱们逃顶三部曲的一个视角 我们来看啊 例如说前面的上涨 像朗芝股份这样的个股 前面上涨的话呢 它属于沿着均线向上爬升 然后的话呢 量能也好 中间的波动也好 那么它都属于什么 属于趋势良性的一种向上发展 但是呢 随着上涨 那么对应了 它已经呈现了 逐步呈现的一种什么状态呢 上涨的过程当中 对应的量价顶背离 MICD顶背离 而且的话呢 一旦出现咱们前面讲到的列数呢 在高位出现 像这种它就属于连续的平衡开线 连续的平衡开线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量能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缩减 再加上顶背的特征 如果说在这个境内你没有应对 它以跳空低开的方式 直接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跌破 这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错不及防 那么用陶顶三部曲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大到对于大的方向 对于板块 一旦出现明显的顶部特征 那么呢 该防范风险 防范风险 该整体降低仓位降低仓位 如果放在具体的个股上面 那么一旦出现 那么尤其是积累了一定的涨幅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高 第一步预警开线 高开低度大一码 或者是平开低度大一码 或者出现了高位矩阵方距量 尤其是高位矩阵方距量的 带有明显长上瘾的 后面的话 不能快速的把上瘾线给覆盖了 实际上就要高度警惕 该减之减 该跑之跑 跑错了不怕 不要纠结 我跑了之后又给新高怎么办 给又给了 就是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但是如果说该跑的时候没有跑 一旦遇到极端的行情 或者是跳空低开 甚至呢 出现这种低停板的方式 很多时候呢 就会让自己猝不激防 好 如果说等到他明显的趋势线的破位 这个时候他就属于逃命了 那么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例如像对应的 像中兴通讯 那么中兴通讯的话呢 其实咱们前面在这个位置是点评过的 在这个点评当时几点的话呢 下方对应的32块8毛9 是三分龙中枢上沿 这个位置要不破 他还是单阳不破 他还是有机会呢 再让再往上呢 但是呢 一旦破了 再加上趋势线破了 这就叫逃命 如果说你没有在这样的几年去逃命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属于赌未来的 就是又陷入到赌徒的一种思维上里面去了 好 不知道听到此处的话呢 对于一些粉丝朋友来讲 有没有相见恨晚的感受啊 其实呢 这些内容在咱们早在呢 2021年的6月份 去年的6月份呢 当时呢 就讲过逃顶三部曲 亿万散户最该掌握的生存技巧 好 只不过呢 有的朋友听完过之后呢 可能有种笔记的习惯 或者是在你心心里注下了一些东西 有的朋友呢 听完之后可能随着行情的起伏 慢慢的就忘掉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 只是温故而知心 好 这些的话呢 它是一个对于风险识别的一种参考 或者一种方法 而且它是非常简单容易识别的 至于说 有的个股已经跌到什么 跌 已经跌了50%了 甚至跌了60%了 后面呢 出现一些移动 你又去把握了 结果又走弱了 它的一个性质不是 逃顶的事情 而是什么呢 而是属于阶段性的节奏 把握 就是买卖点的把握 那是 后面 咱们前面其实也讲到过 对于产量买卖点的一个应对了 这是 咱们今天讲的 逃顶三部曲 好 至于说呢 像 财论更深入 更高阶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感兴趣的 可以进行 实际进行留言 希望像这样的一个技术内容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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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